你们有房车停不平的问题吗? 现在我分享我的经验给大家 我马上回来 亲爱的大家好 我是贵州姐 今天给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房车在营地停车的问题 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吗? 在房车营地停车的时候 如果停的不平的话 洗澡它不会流下去那个水 还有就是如果停的不平的话 特别是在房车里面走动的时候 会觉得不是很 然后睡觉的时候 床的那个头要么就高 或者是床的脚那边高 就是感觉不舒服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觉得是个问题 对我而言我觉得不是很舒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营地就观察别人是怎么停的 有一次一个邻居就告诉我 他是用了一个系统 就是找人安装的 那个系统呢 就是到一个地方了之后 他按一下 然后那个脚啊就四肢脚就自动他找平 但是这个呢 他说他花了大概八千块钱 我们呢不想花这个钱 就找了另外的一些办法 比较便宜的比较节省的一些方法 就是在那个沃尔玛或者是康平沃尔的这两个公司呢 他都有卖那种大概三十几块钱左右 就是像这样一个板子 这样一个板子大概有十来块 我们就买的这种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这个板子呢 就是车子停在营地的时候 把这个板子放在轮胎的前面 然后驾驶员再上来开上去 开上去呢 但是要掌握那个点 但是一块呢 又不知道那个高矮够不够 所以有时候会来回两三下 要加两块或者是三块 所以这个板子也 这个是一个方法 用板子呢 就是比较麻烦 所以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用千斤顶 在沃尔玛也有卖的 就是大概跟这个板子的价钱差不多 也就是三十几块钱 但是用千斤顶呢 我看到他们就是 有一些千斤顶 它顶的不是很高 所以家面就要垫几块板子 你就要随时带几块板子 这样子的话 你调的时候就可以掌握这个高度 但是这个就比我们用的这个板子好一点 就是方便一点 就是看个人的喜好 我们用这个板子呢 你要放在轮胎前面 就是有时候高矮啊 上啊下的 自己还要去开 还要撕几次 如果用千斤顶的话 你就不用这样子上车下来 开车这样子麻烦 所以看个人的喜好 这就是调水平的这个板子跟千斤顶 两个东西很便宜 用了这两个方法以后呢 你可以用水平仪来测量一下 你调的这个水平平不平 这个测量仪呢 在沃尔玛都是有卖的几块钱 但是也不是很方便 你到时候搞丢啦 或者是放到哪里忘记啦 就是不是很好用 我们呢就用了两个APP 一个是苹果的一个是苹果的一个是安卓的 这个又是免费的 然后在手机上也比较方便 这两个APP的名字呢 到时候我会写在YouTube下方 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去安装 拿来用一下 这个很好用 很方便 这样用那个测量仪弄了之后呢 像我是用苹果的 它平整了之后 它就是绿色的 如果说你调的不平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负的 负的是一啊 或者二啦 或者是更多啊 所以这个方法是挺好用的 我们感觉 在这里呢就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你有用 请在下方点赞订阅 我们在摸索的过程当中 以后有更多更好的经验 再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谢谢大家观看 下期再见咯